1.Q.N 各位UKAR的觀眾們大家好 我是張旭 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後面的現場 我們把我們UKAR最新購買的公務車 2019年式的Mizubishi Outlander 拉到了ARTC的綜合測試道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邊要幹什麼呢 其實因為2019年式的Outlander 它在主被動安全的部分 尤其是先進主動安全部分 做了很多的加強 尤其是它把ACC以及FCM 列為全車系的標配 所以我們特別來到這個場地 來做相關的測試 那首先呢 我先大概再簡單介紹一下 新年式Outlander 它的重點改款的一些特色 比方說它在外觀導入了 新式樣的輪泉組以及下雨期天線 那另外呢 它在整個底盤的隔音競速性 以及懸吊的避震器的強化 都做了一些調整 那另外呢 在車內部分呢 它其實這次最主要呢 就是把中央安卓的造型重新做調整 而且也導入了大家最希望要的配備 也就是EPB加AutoHolt 電子手煞車以及自動駐車的功能 在主被動安全部分呢 就像我剛剛講的 它就把漆氣囊 還有所謂的ACC 主動車距巡航 以及SEM主動煞車 也列為了全車系的標配 那在SEM的這個主動煞停的部分呢 我們今天在ARTC這個綜合測試到場地 我們特別商界來了 專業的氣球車 法規的氣球車來進行測試 那首先我們進行測試的一個關卡呢 就是前方的氣球車靜止的一個狀態 那我們把我們的這個OUTLANDER呢 時速用腳踏板 油門踩在時速大約30 從後方接近氣球車 然後呢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OUTLANDER在這樣的禁止氣球車關卡部分呢 它非常成功的殺停 而且我們測試了三次它都成功的殺停 好那我們在SEM另外一個關卡部分呢 我們就是想起我們的氣球車變成動態的部分 那這個氣球車呢 它會以20公里的時速向前曲行 那我們後方的這個OUTLANDER一樣 用油門控制在時速30公里慢慢的接近 那接近到車距相當接近的一個點的時候呢 這個OUTLANDER呢 一樣它的這個SEM有作動 而且把車輛的時速降低 而且甚至幾乎是靜止的狀態 但是呢它沒有完全殺到停 因為它會避免掉後方來車追撞的可能性 所以它就是把煞車的力道加壓 然後煞到差不多約莫靜止的時候呢 我在人工看到警示聲音 然後馬上把煞車踩住 讓它避免整個碰撞 除了SEM主動車輛煞停的部分呢 其實新年式OUTLANDER 它也增加了針對行人防撞的一個SEM系統 所以呢 我們在這一關呢 我們特別傷心呢 我們UCAR目前最當紅的假人 阿賈 來替我們執行行人部分的測試 那我們一樣呢 把我們的阿賈放在前方固定著 然後呢 我們的OUTLANDER呢 這是一樣用時速30公里接近 同樣的OUTLANDER碰到阿賈的時候呢 它一樣完全的煞停住了 只是我最後呢 還是有把煞車把它輔助踩著 免得避免它向前徐行 所以它整個在行人部分 還是車輛部分呢 它都能夠完整對應到 車輛安全煞停的一個標準 新年式的OUTLANDER它除了新增 針對行人的SEM主動煞停的功能之外呢 它在SEM的車距警示部分 它也進行了調整 那過往的OUTLANDER呢 它的警示距離只有兩段調整 但是它現在呢 可以調整成三段 包含呢 Far、Near跟Middle 三段的距離 比方說你調到Far的時候呢 你可能遠遠的 就它的車輛就會針對前方有障礙物的話 它就會進行檢視 那在除了SEM的這個系統測試部分之外呢 我們同樣剛剛在國道呢 也有進行ACC系統的實測 好現在我們把我們公司的公務車 2019年式的Mitsubishi Outlander開上國道 那2019年式的Outlander 它最主要呢 就變成它全車系都標配了 ACC跟SCM 也就是主動車距巡航跟SCM 主動車距巡航 那首先我們在國道來體驗一下 它的ACC主動車距巡航的系統和操作 首先我們看一下 它在方向盤的右側盤幅這邊呢 你只要按下定速的按鈕 好按下去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它現在有畫面 可以顯示 ACC它的操作的一個介面 那我們要再按下set 就是旁邊上面的這個速度控制鍵呢 它就可以設定成你現在所想要的時速 那它時速呢 最低可以設定在40公里 那40公里以下呢 它也可以跟隨前車的靜止 但是你跟到前車靜止之後 你要馬上踩住煞車 因為它沒辦法做到stop and go 那它的這個ACC系統 我們現在設定好之後呢 它就可以透過下方的車距按鈕 控制三段的車距 那主要呢 它也會隨著那個車速做改變 因為比方說你的車速高一點的話 它每一段車距可能就會稍微拉長一點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All-End的它的ACC 在高速公路上它的那個加速的作動情況 首先我們先請前車使用 好前方工作車麻煩移到左邊車道 好前方工作車麻煩移到左邊車道 有沒有看到它其實 因為我們是照法定數現在做那個測試 所以它的加速的 比方說我現在設定是時速105 它就慢慢往前加速 所以它整個加速是還蠻線性的 好那我們再請前車來插入我們前方 好來看看它煞車做動什麼 好我現在感覺到它的煞車了 那它煞車也就跟隨前車慢慢減速 它不會非常突兀的突然間 就是給你覺得好像前後癢的那種感覺 那還好它就是慢慢很線性的去加壓 然後煞車 然後降到跟隨前車差不多的時速 那這個就是All-End的它在整個高速公路上 我們ACC它自己做動的一個部分 好那在新年式的這個All-End的車系上面呢 它還新增了一個主動安全系統 就是所謂的LDW車道偏移警示系統 那它就是會去偵測那個道路的標線 那如果你偏移的車道標線之後呢 它就會進行聲音的警示這樣子 好我們現在來示範一下 就像說如果靠右側的話 它的車輛會被警示 它現在畫面有顯示Land Departure 就是代表我們偏移的整個車道 那它也會有顏色跟聲音的警示 好我們經過今天這樣一整天的測試之後呢 我們發現到新年式的Outlander 它除了外觀以及內裝的變化之外呢 它最主要呢 是在先進主動安全的強化 那在這些測試當中我們也得到驗證 好那各位網友如果有對於 新年式的Outlander有任何問題呢 歡迎到我們youtube下方的討論區留言 或者是到我們yuka討論區留言 我們都會盡全力來替各位網友解答 我是張旭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